亚太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3月28号星期二 我是韩清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 抵达中国访问 新华社不加头衔直呼欺名 中国宣布与洪都拉斯建交 台湾外交政策能否转向双重承认 马云回国冲上热搜 名人效应难掩党管企业本质 并颠覆罪名坐牢七年半的 中国民运人士胡诗根返回北京家中 香港国安法下游行民众虚挂牌 一国两制民存实亡 欢迎您收听亚太报道 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 27号启程访问中国大陆 他在台湾桃园机场表示 等了36年才有机会到大陆访问 希望能改善两岸氛围 让和平更快更早来到 官媒新华社当天傍晚 发布一则不到百字的简短报道 两度都仅以马英九三字称呼 没有提任何头衔 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搭乘中国国际航空班机 于27号下午4点多 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展开12天的技组之旅 对于马英九访问中国 中共官媒新华社27号傍晚 发布不到100字的简短报道 没有提任何的头衔 两度提到都只有以马英九三个字称呼 马英九在台湾桃园机场出发时 对媒体尖端表示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访问 事实上在我这个37岁的时候 在政府里面就负责处理两岸事务 我今年73岁 等了36年才有机会到大陆去访问 马英九还说 很高兴能去 因为除了技组之外 也带了台湾的大学生 到大陆去跟他们交流 希望透过年轻人的热情互动 能够改善两岸目前的氛围 让和平能够更快更早的来到我们这里 马英九抵达上海机场 并没有安排讲话和受访 马英九出访前 桃园机场接获抗疫情资 出动了超过百名的航警 特勤警卫队戒备 但是独派社团台湾国理事长 陈俊涵等数名成员 仍然成功的潜入马英九 将发表谈话的位置 召开记者会表达抗疫 并拉开了邪友 马英九们丧权入国 臭药饭的贵营共党的横幅 陈俊涵说 陈俊涵批评你们的动作让全世界要支持台湾的民主国家感觉很担心 大家要支持我们 结果看到你们国内有一群这种的和中共政权眉来眼去不清不楚的 我们也担心他们不支持我们了怎么办 另外有约十个人穿着红衣服 其中有成员戴着五星旗的帽子 唱着红歌拉着横幅写着 英九祭祖春暖花开都是一家人 对马英九访中表示支持 中华爱国同心会党主席顾锡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就说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跟随马英九出访的大九学堂学员周永勤就说 这次机会蛮难的 可以再去跟他们有更多的接触 我觉得这是好事 另一名随团学员邱泰达认为 马英九已是现任元首 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可以做统战 他目的是既组合交流 统战是被民进党扣帽子 一个中华民国我觉得是我们会坚持的事情 对那马总理也是坚持就是 这个一中是指的是中华民国 我们这次去应该是没有去 还化所谓国歌的问题 我路上说你们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这种你会怎么回应 这我就当然就是跟他说 我们还是同属一个中华民国 这个我就会接下去避免这个问题 27号有多家台湾媒体报道 传出是常务副总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薛祥接机 结果马英九访团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接机者是中共中央台办副主任陈元峰 以及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张维 和台办联络局局长孙声亮 上海市台办钟晓明主任 对此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中方接机从象征元首规格的正国级 变成一个地方的副省级降了很多级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谢小华 陈俊杰台北报道 马英九成为两岸分治70多年来 首位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的台湾前任总统 但在3月27号马英九抵达当天 迎接他的却是接连的意外 中国官媒没有给他任何头衔 接机的代表层级不如预期 随行的台湾记者团还迷了路 而在中国舆论圈里 也出现不少批评马英九的声音 请听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今天下午马英九率团 抵达上海并赴南京 中共中央台办上海市委有关负责人 没有头衔没有职称 中国官媒央视3月27日傍晚的新闻直播间 这么报道着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访中行程 除了不给头衔 且接机的代表是一位位接较低的 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 而非先前外切揣测的 中国常务副总理丁薛祥之外 另一个意外则发生在跟随马英九访问的台湾媒体团 根据中央社报道 此次中方仅开放驻北京的台湾媒体报道 当天傍晚 载着台湾媒体的巴士却在上海大迷路 错过了与马英九一起赴南京的高铁列车 据了解 随行的台湾媒体 有来自台湾的中央社联合报 东森中时中士等记者 马英九办公室一再强调此次的访问是私人行程 马办对于媒体的安排处于被动的角色 关注美中台议题的 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克拉克乌告诉记者 但是在对马英九的待遇这个问题上 不管是有意无意吧 反正至少我们从外面看来是非常粗暴的一种手法 然后接下来我觉得一个观察点就是说 马英九如果见到宋唐或者是王沪林 中方会说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表达 曾代理709大抓捕事件遭当局打压的 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告诉本台 他曾经对马英九的印象也不错 而对马英九形象以及民国时代的追捧 十多年前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 是一个现象 当时中国互联网还一度出现过 宣传三民主义传播台湾经验的中国泛滥联盟 欢迎着国民党高层到中国的访问交流 这个组织在被当局打压下已经消失逆急 陈建刚说 他对马英九此次访中的决定非常失望 在被中国官方严格控管的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可以看到 马英九抵达大陆的话题上了热搜 至北京时间28日凌晨 也有超过1.1亿的阅读数 但评论除了两岸统一之外 也有不少攻击马英九是骗团犯的言论 甚至以前一阵子中国官媒大力宣传的 台湾缺蛋新闻来嘲笑马英九 来吃鸡蛋吗 给两箱鸡蛋打发走吧 政治学者克拉克吾说 中国舆论对马英九的转变 来自部分中国自由派对民主化转型台湾路径的绝望 跟着导致马英九形象及国民党角色的幻面 另外也显见了目前小粉红主导的舆论场 根本看不起国民党 自2022年中国二十大以来 国民党及相关代表团接连访问中国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包含2022年10月底的 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2023年2月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还有金门县长陈福海 立法委员陈玉珍等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陈芳宇 告诉记者 中共一边挖走台湾的邦交国 一边为可能的台海战争积极准备军机军舰 另一边拉拢愿应相信民主协商和平统一的样板台湾人 这是明显的统战两面手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3月26日台湾外交部正式宣布与洪都拉斯断交 这也是蔡英文政府任内的第九个断交国 而台湾外交部次长日前曾表示 欢迎阿根廷与中国及台湾同时交往 台湾的外交政策是否在转向支持双重承认 请听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台湾的总统蔡英文26日发表录影谈话表示 过去几年中国不断利用各种方式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 升高对台湾的军事侵扰 冲击区域的和平稳定 他重申台湾不会因为威胁而退缩 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召开记者会指出 去年洪都拉斯向台湾提出要求协助盖4500万美金的医院 以及3亿美金的水坝 并且负担洪国20亿美金的债务 但是到了今年3月13日 突然接到洪国外交部长的一封信 盖医院的价格提高到9000万美金 盖水坝的价格也到了3.5亿美金 加起来高达24.5亿美金 他表示台湾的外交以计划为导向 若友邦想盖医院、器材以及营运会照计划协助 而不是给钱 若直接给钱有点像是贿赂 近日台湾的外交部次长余大雷 接受阿根廷媒体访问时表示 台湾不是要求阿根廷需要跟中国断交改与台湾交往 而是欢迎阿根廷与中国和台湾同时交往 有媒体询问这是否代表鼓励非友邦各国 双重承认中国以及台湾 吴钊燮并没有否认 跟其他非邦交国家的这个交往 那我们是没有排除任何的这个状况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的外交部长 陈唐山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联合国2758号决议 只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问题 无关台湾的主权就他了解 美方当时希望中华民国代表 能留在联合国形成所谓的双重承认 也就是中国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 而中华民国台湾变成一个普通的会员国 假定当时都在联合国台湾的外交处境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辛苦 北韩跟南韩 它两个国家都在联合国里面 他们两个国家还是会在斗争 但是在联合国里面 他们有两个不同的习治 陈建仁曾经担任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外长 他解释双重承认分为事实承认与法律承认 就两岸而言 一种情况是承认中国大陆是法律上的一个中国 台湾是事实存在 另一种则是两边都法律承认或事实承认 但是中国大陆百分之百不会接受 陈建仁指出双重承认不光是台海外交问题 更有台湾内部国家认同的问题 应找出一条大家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安排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本周一马云回国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 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在出走海外一年多后 为何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他的动向似乎成为习近平连任后 观察中国所谓党领导一切的风向标之一 请听记者经纬的报道 多家媒体披露 阿里巴巴及蚂蚁政府创始人马云已回国数日 一段中国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 马云本周一在杭州参观了他创立的云古小学 马云回国的行程一出 瞬间引爆网络热议 20年10月 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公开批评中国金融监管制度 事隔不久 当年11月 蚂蚁集团的上市行动被当局紧急叫停 自此马云长时间旅居海外 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说服马云回国 以展现对民营企业的支持 但遭到了马云的婉拒 美国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分析说 马云此次的行程安排可能是与中国高层达成了协议 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政府给了他非常非常明确的 而且应该是高层给的一个保证 对他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 他所提的一些要求 我估计都会满足 现在下行压力这么大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可以委屈求全 给你们好处 然后让你们来发展经济 21年 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态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需扩张 此举也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寒冬 今年两会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借助看望政协会议民间工商联届委员时强调 要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洪斌教授告诉本台 马云回国无疑是习近平领导的第三届政府 对商界释放的友善信号之一 试图以此提振民营经济 重塑企业家信心 但他认为当局预期的收效恐怖会太大 丁洪斌还表示 此前蚂蚁金服滴滴出行等中国龙头企业遭打压 已经让外资和民营企业家纷纷转为保守的营商策略 同时习近平近期支持普京的外交政策 更会让外资考虑中国面临被国际社会制裁的风险 而进一步丧失对中国的投资信心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日前在北京开幕 论坛主题为经济复苏机遇与合作 中国主要官媒突出报道 与会多加跨国企业代表 看好中国经济前景愿意继续在华投资 但李恒金认为 中国经济的见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真的问题是中国要实行法治化 而不是人治化 你如果没有法治化 没有保护民营资产的这种 这种最基本的权益的话 这个买云回去又能意味着什么呢 九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因709大抓捕案入狱的 北京教会长老胡诗根服刑期满后 目前已平安回到北京家中 而他出狱后的状况 也受到外界舆论关注 请听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据维权网发布的消息 胡诗根遭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半后 已于上周四刑满出狱 但是胡诗根出狱后一度行踪不明 直至3月26日才有消息传出 他已平安抵达北京家中并与朋友视频通话 据介绍胡诗根1954年出生 曾任北京语言大学讲师 并担任北京地下教会 雅和博圣约教会长老 胡诗根在2016年被判刑时 当局指控他透过非法宗教团体 企图煽动舆论颠覆中国政府 在此次判刑前 胡诗根就曾因宣传抗议六四镇压 以及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等活动 在1991年被当局判刑20年 胡诗根遭判刑被外界视为 709大抓捕的代表性案件之一 原中国青海政协委员王瑞琴 向本台表示 胡诗根被判刑是当时 所有709案件中第二种的 胡诗根长老是判的 倒数第二种 除了这个无干以外 被判了八年 那么胡诗根长老判了七年半 胡诗根长老他本身是 民主运动最早的参与者 他又是我们教会的长老 他也给我们很多不同的人 来进行传福音 同时他也给很多民主圈里的人 进行了受洗 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胡诗根长老 维权人士王健宏 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 转述消息人士透露 胡诗根在狱中身体健康 每况愈下 以下由同事代读 胡老师在监狱里 一直是被关在一个不到20平米的病房 每天早晚各两人看护 大概两三个月可以放风一次 其余时间只能在病房里走动 胡老师刚被关押监视居住期间 因为酷刑 主要是剥夺睡眠方面的 而引起心衰 在监狱也一度因为心衰 严重病危 目前需要药物维持 王瑞琴也表示 胡诗根在狱中的遭遇 使他变得更苍老 在这次入狱 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他藏老得很快 他现在今年是69岁 他等于62岁入狱 当时呢 他其实光是胡长老 在入狱之前的几天 我们还在一起吃饭 他那个时候精神 看着还很年轻 状态很好 但是现在出来出狱 你明显地感觉到 他很憔悴 也很苍老 我看他的牙齿 也少了很多 那这个跟习近平 这么十多年以来的 全面的倒行逆施 监狱对他的这种残酷的虐待 是有经历引起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唐元元 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公布的新版 国务院工作规则 对前总理李克强时期的规则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在总则中 国务院工作指导思想内容 删除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三个代表 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保留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有关论述 增加了重大决策 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汇报 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中国政府网站上周五公布的 国务院工作规则 在第一条总则中 删除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保留并修改为国务院工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拥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等 在新增的两条工作原则中 增加了重大决策 重大事项 重大情况 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 报告 国务院工作规则 还删除了原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的等相关内容 澳大利亚时事评论人士 张光忠本周一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新出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 内容大量删除了 李克强执掌国务院期间的 有关规定 显示国务院的许多权限 被收归中共中央 修改工作条例 突出对习的效忠 淡化毛江湖的影响 来收服国务院 控制国务院 工作规则的修改 不仅是限制了国务院 干部的很多的自由 把过去十年 特别是二十大之后 据央视新闻报道 3月17日 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 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说 本届政府任期五年的工作 就是要把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 贯彻好 落实好 还说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 对政府工作做出部署 对比2018年6月15日 李克强出任总理后 公布的国务院工作规则 此前的64条 简至43条 并删除了执政未明 依法行政 实事求是 民主公开 务实清廉 以及加强行政服役 指导监督 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等 新增的第七章 工作落实 那就是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 以及国务院各部门要坚决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等 评论人士黄长根认为从中国国务院工作规则删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等前领导人下一步可能连中共党章中的相关表述 也会删除只剩一个人的名字 中共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第二段的文字表述是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官方每一次公开的重要活动均会加入上书内容 作为该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亭报道 香港有居民团体发起集会游行 抗议港府在区内天海及兴建厌恶性设施 这是港版国安法三年前实施以及疫情过后 第一个获批准的抗议行动 警方除了严控参与人数并提出多项要求 包括要示威者全程挂上号码牌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大约80名小区业组合居民 3月26日高举横幅在香港调警岭集会游行 他们来自江群澳一个小区 沃满港府计划天海和兴建 备物转运站等厌恶性设施 这场抗议活动来之不易 因为是港版国安法自2020年6月实施以来 时隔近三年第一个获政府批准的示威游行 组织者原本申请了300人参与游行 港府却只批准了100人 而且参与的民众得强制挂上号码牌 也不能蒙面 要遵守禁蒙面法及港版国安法 主板方在集会地点和游行期间 已封锁县包围队伍 外人不能进入 有参与游行的业主对当局的规定表示反感 我真的不喜欢带号码 我不喜欢被表上数字 因为它确实限制了自己的自发性 它让人们不敢来参与 整个过程里大家被警戒线拖着 像家畜那样被包围非常奇怪 历时约30分钟的游行 有多名警察全程戒备 游行找集人陈展俊 不满抗议行动受到严密监控 带上号码牌 甚至拉绳 包围游行人士其实是有侮辱性的 这简直是新世界式的 那么是否美丽新香港 就代表我们的自由要受到框框所限制呢 我希望港府能面对这个问题 也相信国际社会自由公论 香港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表示 香港的社会事件早已过去 当局却把当年采取的紧急措施变成惯例 蒙面法就是当年19年的时候 政府说因为社会事件 因为社会的气氛所以才推出来的 那时候面对很大很大的反对 现在还用这个三年前那个不合时期的法律 香港政府没有收到任何教训 他形容港府实施的是游行实名制 担心示威人士会遭到秋后算账 香港政府是必然会错后算账 不一定会起诉 但是会监控 可能要你接受调查 然后收你的旅游证件 这些都是香港人过去三年来监管 许志峰估计港府有意把针对这次游行的安排作为先例 显示基本法赋予港人的集会游行 示威自由以名存实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从广播到网站 再到推特和Facebook 自由亚洲电台感谢您25年来不离不弃 相遇是久别重逢 从Spotify到Google Podcast 再到Apple Podcast 我们在各大播客平台等您 再续前缘相守相依 节目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热点事件 旅美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27日在推特上披露 一篇转述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盈演讲的文章 被微信删除 文章指傅盈日前在一场论坛上发表演讲 文章的微信截图显示 傅盈在演讲中表示 中国人对中美关系要用自己脑袋想清楚 一是要自己想清楚 二是要和美方讨论清楚 他还强调 中国人要想清楚 中美闹到决裂或分道扬镳 有没有国家会选边站到中国一边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巴拿马的数据显示 今年1至2月间 借到危险的达里恩峡谷 从临进入巴拿马境内的移民数量 达到创纪录水平 共近5万人 而在这些人当中 中国移民数量急剧增加 达到2200名左右 移民官得知 大部分移民的目的地都是美国 据中国商务部官网消息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27日会见了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王文涛向库克介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和内涵 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 制度型开放 愿为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外资企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服务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27日公布的数据 2023年1至2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872.1亿元 同比下降22.9% 据统计局网站发表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师孙晓的解读 多种因素影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听众朋友 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韩清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